哈喽大家我们来了明明时间时间我们测评一款旺仔 烧好机器人啊这个买了蛮久了反正差不多五个月了 太好买了这个哇要组装的里面没有这个旺仔罐头 再来一个热龙胶看一下说明书先组装一下组装最后是这个样子 这个马达是赛车里面那种马达 看似比较简单但还是有点麻烦 好了这两个留好了 然后再把这种木板举到这个马达顶上 这个好难引紧的 捏好了然后组合一下这个机身 好完成一部分 然后把这个做上去 下面你螺丝固定啊 哇我刚开始的时候以为挺简单的 没想到组装起来还挺麻烦的 然后这三组线黑的对黑的 红的对红的 把它锁了 好了这里基本上完成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旺仔装上去 先把这个旺仔给剪一半 铁片子好过 这剪刀挺锋利的 这会剪好 等前这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特别的锋利这个易拉罐 把这个粘上去 好这个也要用空罐子 它是把这个易拉罐套上去 我以为是做上去 那我这一罐要喝掉 倒出来吧 来在底部剪开 哇 有万能的键刀 哇 这里有点麻烦 这种罐不像那种可乐罐 那种比较薄 这种这么好硬 这东西要卷上去 哈哈 好滑心 我先装电池试一下 有用啊 哈哈 那这是开关 这个 也差不多 装了一个小时了 然后现在把旺仔的手给绑到这里 这都是这个旺仔在烤烧烤的假象 本来有一把扇子啊 这里 那我这里没有看到他发的扇子 那我们做一把扇子吧 做完了 这铁扇子 好了 已经大风造成 哇 感觉还不错耶 我弄的 好不好干 觉得还不错的可乐意啊 那我现在去把炭拿过来 把这个炭弄进去了 这是铁棍忘记洗的 我开始不知道这个是差不多的长的 到底没有进去啊 嗯嗯 可以回 又灭掉了 好烦啊 我发现买的炭真的特别难点着 已经我们老家的炭好容易点着 哎呀 终于点来了 好难点 现在应该不会熄灭的 刚刚熄灭了几次 吹到我眼睛里嘴巴里都是这个煤啊 我现在咬一口都能感觉到这个睡渣 但是我要买一个专门点这个煤的那个火枪来 现在应该不会熄灭了 我吹到我脑袋是晕的 那应该我得尝上去 把开关打进去 这个煤真的是够了啊 搞到我肚子都是饿的 吃一根火里头这根就不烤了 太饿了 这个看起来比较简单 但做起来真的是挺要精力的 哇 烤出香味来了 忘记带油了 本来要刷点油 不然这个炭好容易熄灭 你需要不停的煤 吃这根烤肠容易吗 大家点个赞支持一下 这点也吃掉吧 太饿了 扇子老是掉掉 他这个样子真的好像一个做烧烤的 你看他的手一摆一摆的 哈哈 太搞笑了 真的好像 他把这个扇子真的在煤火啊 本来要买一根漏狗来烤 哎哎哎 怎么卡住了 我卡的总是有个包来了 估计是要跟罐子松掉了 啊 好了可以了 应该差不多了 那为了吃这个烧烤 这个九牛二五之力啊 啊 烤焦了 烤完之后的 没烤的 尝一下 看好不好吃啊 我估计是不是很好吃 闻的还是一个烤香味 皮起座了 外交里嫩 他这样瘦肉就比较均匀 哦哦哦哦哦 好痛 好了今天这个旺仔烧烤器器人 就测评到这点 四万到这点 真的是经历了三部分 从组装 然后再点火 然后烧烤 好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评论点赞 转发支持一下 如果大家想看我测评 大家可以在下面的 好了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